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 阿熊的手作天地 這個頻道 我們會分享很多 在手作方面 或者是園藝方面的一些 心得 分享生活中的一些點點滴滴 那今天的主要的工作 是要做一個 很特別的 算是樂器 也算是玩具 可能片子會有點長 那我們就一步一步來 第一個是 我們的材料有 木片 這個木片是 6公分大的 6公分 直徑 然後我上面 因為是紐西蘭的 毛利人的樂器 所以我在上面 提早印了一些 有關毛利人的圖毯 就是他們在做這種東西的時候 本來是會在上面雕刻 因為他們在傳統樂器 的使用上面他們做這個東西 其實不是用 木頭做 他們會用玉 會用貝殼 會用其他的一些比較珍貴的材質 然後我們自己做簡單的版本 我們用 木片 做一些圖毯在上面做裝飾 所以我們第一個步驟是要把 所有的這些 木片 要先在上面打動 然後做模 讓它能夠很順暢的 到時候我們還要在中間傳線 好 那我這邊有一個是 我的 要拿來當模具的 當模具的 打動的位置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電端 木片我們先把它疊好 讓它固定 我是希望能夠一次解決它 一次就把它貫穿到底 但是這樣其實是有點危險的 所以我 後來本來是這樣想 後來想說我把它分成兩部分 那分這兩部分就要用 膠帶固定一下 好 我們要先在上面 用模紙 在上面我打算要 打動的位置是在 這兩個圓圈的中間 好 來了 拿一個尖銳的東西 在上面稍微加壓 好這樣就可以透過這個模紙 然後 到我們底下 這樣底下有一個 記號 好那這個就是等一下 我們要鑽孔的位置 好那這樣子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 位置標記好了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鑽孔了 鑽孔的時候 我使用的是 三米的 大概三米左右的鑽孔 三米左右的鑽孔 鑽孔 要鑽孔 要鑽孔 要很小心 使用工具上面都要特別注意 因為 電動工具 它有它的明顯性 看一下 他有先焙過來 瞇過去了 這就是為什麼底下要墊這個的原因 因為我們在鑽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曉得它到底什麼時候會到的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在鑽東西的時候底下墊一塊廢木料 它是你不用的木口才可以 那你當你感覺到說 它已經差不多到底了 我們就壓手看一眼 然後確認一下 到了 那這樣就OK了 好,這樣我們的石片就好了 好,把這個膠帶打開 來,那我們接下來做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 我要把那上面的那些裝飾的紙 把它貼上去 等一下我們會稍微修整它一下 如果有一些 尤其是最上面那一片跟最底下那一片 好,大部分最底下那一片 會有像這樣子的 爆出來的痕跡 我們在那個地方要稍微修整它一下 好,那修整的方式就是 用錯刀,圓錯刀 圓錯刀從外往內 從外往內 然後我們把它旁邊弄掉 把那個尖銳的 粗糙的部分 把它用錯刀把它剃掉 這樣它就會變得比較乾淨 好,那個圓孔就變得比較美 好,這個 大部分是最後的兩片 好,最後兩片因為那個 它的 連續的推進到最後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比較 容易出現這種 毛罩部分比較多的 我們就把它抹掉 OK 好,這樣十片好了 來,我們整理一下 好,接下來的步驟 添上去 你可以在家裡 你可以用不同的膠水 你可以用膠水,用白膠都可以 我這邊是用我剛剛提早稀釋過的白膠 因為我們今天是用木頭跟紙張 木頭跟紙張其實白膠是最好的東西 白膠是最好的東西 那等一下我在上面 我還會再上一層保護東西 那保護的部分我可能會 我是打算要用快乾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好,像這樣子 很快就可以貼好 而且它的 速度很快 因為我們用刷子 然後 膠水都已經調到適當的黏稠度 好,這樣子貼上去 它會吸收在這個木頭裡面 然後紙張上去 它就會很快的能夠黏好 好,因為我們是用酸膜印表機印的嘛 所以不能弄太濕 因為你如果弄得太濕的話 它很容易會有一些 不好看的樣子出現 它會 還會 有時候還會 這麼講 就是 顏色會度出來 顏色會度出來 好 這樣就不錯 OK 好 所以要繼續做石片 好 盡量讓兩邊的花紋是不一樣的 好,我總共這邊有 六個Pattern 好 那我慢慢的把它 一個一個貼上去 十片 好 上快關的時候 小心手 真的如果真的黏到的話 也沒什麼關係 就是 炒掉就可以了 或是 弄點水 不要緊張 重點是不要弄到 然後 有時候眼睛 或者是 一些比較脆弱的黏膜的地方 這樣的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這個也是 也是我DIY黑客方法的 其實 正常狀態 你可以 不一定要這樣子 你可以想其他的方法 然後 盡量用手邊 方便取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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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達到最好的效果 好 差不多可以了 那我底下用這一塊墊子 它的 優點就是 它 不怕快乾 一直到我在弄快乾的時候 應該會需要用到它 因為 它 不會被快乾黏起來 像這樣子 稍微 動一下 它也不會怎麼樣 好 也不會造成上面的一些 不良效果 好 來 像這個地方 我們把那個洞找出來 戳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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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開大一點 戳開它 戳開它 戳開大一點 戳戳會比較好戳 戳完好了 OK 我們就可以到最後一個階段 嘿嘿 各位朋友等很久了吧 最後一個階段 一般的棉繩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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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建議用霸杖絲襪 因為霸杖絲襪 它比較鬆 所以它 嗯 比較容易會 到最後會開插 這個是一般工程 他們在工地 拉線用的那種 還蠻好用的 而且一捆 四十塊 便宜的不得了 上面還有附刀子 好 那長度大約多長 長度大約是你的手 拉到肩膀的長度 好 你的手 到肩膀的這個長度的兩倍 好 也就是我們這樣 疊在一起算 大概就是這麼長 好 好 像這個上面還有刀子 還有刀片 所以我們要 多長 我們在這個刀片上面畫一下 斷 連剪刀都省了 好 很好用 那我一般打結 我會打平結 這個地方我會打平結 平結還記得嗎 各位同學 各位DIY同學 還記得平結嗎 來 複習一下 左手是大蛇 右手是小蛇 大蛇壓小蛇 小蛇不甘心翻過來 大蛇看他又 看他翻過來 再壓他一次 小蛇再翻過來 好 這樣就好了 所以口訣就是 大蛇壓小蛇 小蛇翻過來 大蛇再壓小蛇 小蛇再翻過來 好 這樣就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平結 好 跟著我做就沒問題 OK 然後把它拉緊 拉緊以後 我們要把前面這個地方把它trim掉 好 把它trim掉 你剛才如果拉得夠緊的話 這樣就不會開了 它結會非常的小 好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這樣才有點危險的話 你就用個快桿 快桿不要直接點上去 會整條都那個 快桿點一小滴 在尖端上面 一小滴就好 好 像這樣就可以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 在這個結上面 讓它 吃進去就可以了 這樣它不會影響到別的地方 然後它還是可以保持 旁邊都是軟的 可是這個結再也不會動 再也不會動 動不了 好 好啦 啊 玩遊戲時間到了 來喔 來喔 好 波羅梯梯梯 像這樣子 我們現在玩了 這樣轉轉轉轉 轉轉轉 旋轉 旋轉 向內旋轉 向內旋轉 然後你的手在這邊 先搭著它 兩根手指頭 開始這樣旋轉 有看到嗎 好 你可以慢慢的讓它轉 慢慢的讓它轉 好 那 紐西蘭的毛利人 他們就是 利用這個 聽那個聲音 它會有一個 呼 這是什麼 然後 再 跟著 它的韻律 跟著它的韻律 去 做一點 跟大自然的 冥想也好 跟大自然的一些溝通也好 他們會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很簡單 而且非常神奇 你看 非常神奇 因為它就是 線的正轉跟反轉 可是 在你的手的感覺 在我的手 這樣子拉的感覺 我會感覺這個繩子 突然變得有彈性了 它突然變得有彈性了 好 當我們把這個線 整個放直的時候 它停掉 線是沒有彈性的 線是完全沒有彈性的 對不對 可是當我們這樣子旋轉它 好 往內旋 往內旋 旋到它 纏起來之後 我們往外拉 這個線 突然變得有彈性了 它自己會 跟著韻律 去動 好 那我們可以加入大拇指 它的彈性會不一樣 然後你就會聽到這個 然後你就會聽到這個 聽到風的聲音 所以就是它為什麼被歸類在 樂器上面 今天的影片就先拍到這邊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做 紐西蘭的 傳統的Pro TT 好 那是簡單版 那是簡單版 好 那剩下的 剩下的我就再慢慢自己把它完成 好 那謝謝大家今天 這麼有耐心的 看著我 把這個做完 好 希望你在家裡也可以試試看 好 那就這樣子 好 希望大家玩得愉快 再見 再見